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相對於剛剛我們看到的台糖百萬年薪 許多家境清寒的學生為了求生存 會選擇念有建教合作的學校 希望能夠邊念書邊轉點錢 不過今年勞委會抽查發現 用建教生的企業有超過六成都違法 他們把學生當作是廉價勞工 所以教育部已經研拟了一部專法 要保障他們的權益 最快立法院在這個會期就可以三讀通過 把所學跟工作結合 還可以一邊念書一邊賺錢貼補生活 教育部統計有六成七的建教生 都是家庭清寒 但這些學生卻很容易被企業利用 變成廉價勞工 因為去年用建教生的企業 就高達七成五違法 今年也有六成 該放假不給假 超時的工作合計有54% 包括夜間違反大夜班 十六歲以下的學生讓他做大夜班等等 那第二名的是四成左右 就是沒有簽契約 雖然建教生也是用勞基法 但因為罰則太低 違法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為此教育部研拟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法 要規範建教合作制度 學生權益 還有契約以及爭議處理 未來建教生可以領到多少生活津貼 都必須經過審查 教育部表示 過去對建教生的權益也都有規範 立專法是為了提高管理的位階 基於能夠因此落實多少 未來會將建教合作的企業造冊 交給地方政府多查核 記者林正午秋福財台北報導